新增两例本土的案例 那一例调查中的COVID-19的确定的病例 一开口就带来坏消息 29日新增三名确诊个案 两名本土病例 一名感染员带厘清 其中案1.1.1为先前确诊机师案1078的同住家人 即使染疫扩散 引爆两起家庭群聚 疫情挡不住 截至29日为止 总共16人确诊 包含10名机师 5名机师同住家人 而且还包含一名防疫旅馆员工 4月15号就应该进入说可传染期了 所以时间非常的长 对这病例相关的这些疫情跟环境的风险 然后做过整体的评估 所以我们最后才决定 要把这个饭店所有的人都把它清空 案1.1.20本国籍40多岁男性是机场防疫旅馆主管 平时工作业务检查房间环境清洁 饭店一二馆跑透透 4月17日出现咳嗽流鼻水等症状 4月19日到4月26日期间 曾多次到诊所就医 因为症状没有改善 4月27日前往医院就医 经诊断有肺炎情形 进而裁检 29日确诊 初步掌握接触者107人 其中4人列为居家隔离 103人自主健康管理 我们也觉得说这个宋采的这样的一个警觉性 我觉得不够 也都就诊过三次 那基本上在入院的时候 那状况已经是肺炎 那所以应该是要能够及早的裁检 这样才比较符合我们的要求 指挥官陈时中眉头声索 担忧基层警觉性不够 毕竟按11204月15日就进入传染期 间隔两周才确诊 接触的人匡列的完吗 所以他在有207人这样的一个规模 所以我们先把他隔离开 相关的检疫的单位 今天因为陆陆续续才会到集中检疫所 那我们尽快在今天晚上 能够裁检完毕 那今天可能他们也是要拼大夜班 看来明天早上赶快把结果出来 除了落实防疫旅馆清零计划 斩断传播链 指挥中心也宣布 5月3号开始 开放一到三类高风险 第一线工作人员的同住家人 也都能接种公费疫苗 全面补强抗疫防护网 替本土疫情直卸 欢迎讯会 红席与黄佩涵 台北报导